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圣嘉明 San Camillo de Lelis 一个意大利神父 你们可以看到他 衣服上有缝了一个 红色的十字架 然后我们也有 这个非常有名的logo 在所有的救护车上面 我们会看到的 就是这个logo是来自这个圣人 他创立了一个学会 特别照顾病人 那你们看这幅画 他是在抱着一个病人 可是这个病人 看起来就是耶稣 因为耶稣讲过了 你们所做的任何一个好事情 给所有最小的弟兄姐妹们 就是给我做的 在马豆福音的比喻 他说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给我喝的 他也特别说 我生病了 你们来看看我 所以在这个精神之下 圣家民就知道 每一个病人就是耶稣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十字架 现在我们知道 是耶稣的十字架 代表耶稣 一开始十字架 是一个罗马人用的死刑的方式 而且是非常残忍的 可是因为耶稣愿意接受 这个可怕的死刑 现在十字架变成爱的表现 所以这个神父愿意照顾病人 因为他知道 每一个病人就是耶稣 所以这个神父愿意照顾病人